试着做了一下浓面食 300克的普通面粉 20克的白糖 3克的酵母 140克的鲜水 边刀边搅 搅成絮状 然后再加入5克的猪油 下手揉面 揉成一个稍微偏硬一点光滑的面团 取350克的面团 揉成红色的面团 整理成圆形 然后擀开 我这个是6寸的模具 压出印子 然后切一刀段 两刀不断 切完之后把它捏起来 捏成花形 然后放到蒸笼垫上面 盖上保鲜膜放一旁 再取一小图面团 揉成黄色的 搓长条 整理出形状 把尾巴搓尖一点 按扁 然后用吸管压出龙鳞 压好之后 把它摆到底座上面 再整理一下 盖上保鲜膜放一旁 再取一点黄色面团 做成龙爪子 然后摆上去 用吸管压出龙鳞 取一点白色面团 搓细长条 然后围到龙的绳子上面 围好之后 用剪刀剪出须须 又揉了一点紫色的面团 这个颜色自行来搭配 做了龙尾巴 还有龙头发 黄色的是龙的脸 红色的舌头 黄色的胡须 黄色的额头 粉色的鼻子 鼻子上眨两个眼 还有白色的眼睛 放到头发上面 把尾巴也拼起来 搓一点白色的胡须 白色的眉毛 褐色的龙脚 全部拼好 完成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喜庆 怎么样 全手工作 我觉得蛮好看的 放到阵笼里面 盖上盖子发酵 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 发好之后 面团变得非常的松软 摸一下 缓慢回弹 水开始后上龙 大火蒸20分钟 光火焖2分钟 颜色变了 当时我觉得还是蛮好看 因为我底所用的 本来就是胡萝卜粉 你们做的话 可以用红区粉 点上眼睛 祝大家龙年 蒸蒸日上 喜欢吗 喜欢就点个赞吧 感谢观看 我是阿玉 拜拜